约20为什么被官方定义为战略运输机 中国是如何使用武力保护追随自己的小弟 为什么在塞尔维亚的歌曲里 他们对国家的极致期待是像中国一样强大 以上这些问题 在两年前的一场史诗集空运大营救中 你一定都会找到答案 大家好 我是原载 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 唯一一次对整个世界明确表达 这个国家你动弹下试试的态度 就是为了保护远在万里之外的塞尔维亚 2022年4月11日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罕见得以高密度外交黑化 回应了法新社记者关于塞尔维亚的提问 会落实中国和塞尔维亚双边合作计划 中方近日派遣空军运输机 向塞尔维亚运送常规军事物资 这是中赛双方年度计划内的合作项目 我们希望有关媒体不要过度解读 这个项目也不针对第三方 与当前的局势也毫无关系 熟悉我国外交辞令的小伙伴 听了这段发言一定知道是大了 因为在这简短的回应中 居然出现了四个明显需要外媒 反向理解的关键句 分别是常规军事物资 不要过分解读 不针对第三方和与当前局势毫无关系 众所周知 面向外国VIP的中文说明书都要反着看 在军迷圈子里有句老话 叫任何一个东西当美国人说你有 你最好真的有 同样在军事外交领域 当中国突然否认三连的时候 你最好祈祷他说好不针对的第三方不是你 我们从何往前一个一个看 就能明白中国人到底在说什么 毫无关系的当前局势指的是 2022年4月3日塞尔维亚大选 吴奇奇总统在选举中胜出 实现了连任 但他的政党却在议会中丢掉了多数席位 连重要的首都区也险些翻车 北约见机煽风点火 在科索沃控制区和塞尔维亚政府控制区的边界上爆发骚乱 这还没完 4月7日 吴奇奇突然接到了俄罗斯空管部门的通报 称有一架北约战机尾随塞航客机侵入了俄罗斯领空 因战机躲在客机下方 俄罗斯的防空部队无法开火 敌对势力的挑衅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调动塞尔维亚的国内矛盾 还以上百名塞国无辜乘客的性命为肉盾 当时吴奇奇在压力之下宣布不再竞选总统 军事胁迫逼着塞尔维亚发生颜色革命 甚至北约传出风声要轰炸 当贝尔格莱德及其内外交困 科索沃危局 北约战机轰炸这些关键词的时候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会触发民族被动 使管回忆 不针对的第三方指的是 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和任何想要把塞尔维亚当软柿子捏的地区豪强 不要过度解读的行为是 塞航出事后仅隔了一天 六架中国的运尔灵 红外干扰器里塞满了干扰弹 以战斗姿态出现在土耳其领空 并飞向塞尔维亚 之后连续四天22架次 宝和式超远距离战略投送 接连穿越两个北约国家 给一个欧洲热点第一代的非北约国家送武器 那几天里运尔灵不要命色的往返欧亚大陆两端 跨越半个星球 仿佛它飞向的不是塞尔维亚 而是23年前的中国 至于是什么武器 发言人没明说 只是有意无意间加了个前缀 常规军事物资 如果是枪支子弹防弹衣 这么说完全没有必要 就是话里有话 就是要让你过度解读 这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实属首次 更确切地讲就是极其罕见的 中国在域外地区 国际冲突热点位置周围 非常直接而坚定地展现了一次武力存在 也具象化地完美演绎了 什么叫与其严正交涉一万次 不如空中的战略运输机翅膀震动一次 空运结束后的第二天 赛军方宣布装备小原木 先进的防空系统FK3 也就是红旗22的外貌版本 不久后 武器其亲自检阅了这批装备 不战而屈人之兵 科索危局也高一段落 北约不得不武斗改文斗 我们所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国家我照定了 并且有能力在48小时内 将塞尔维亚人武装成欧陆最强塞亚人 你动他一下试试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其 每每在公开场合谈及中国 最多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尊重 他说特别感谢中国人 因为他们总是表现出 对于塞尔维亚的尊重 似乎在我们看来 理应如此的平等相待 对于一个小国来说 就是受宠若惊的超规格利益 当人类的历史来到21世纪 我们的生活和百年前早已天翻地覆 但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 却和弱肉强食的19世纪 没有任何差别 弱国无外交 这些年在国际外交领域的 羞辱名场面 除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 加法里的那张著名的 强权及功力外 就是塞尔维亚伍奇奇了 2020年9月4日 在美国 特朗普做东 过旋促谈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 经济正常化协议 给伍奇奇安排的桌子 就像我以前上学时 颁主任讲台旁边的 VIP雅座一样 简单粗暴 等大家都欠完了字 董王开始做总结 说塞尔维亚承诺 将驻以色列使馆 同美国一样 迁往耶路撒冷 这是一件大好事 不过这个大好事 伍奇奇似乎并不知道 听闻此言 他赶紧用手 翻了下面签的协议 想看看自己 刚刚签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看完之后 把头转向了 自己身旁的同僚 随即无奈地合上条约 左手扶上额头 把一个小国 在大国强权面前的 无助和被坑杆 表达到了极致 而这还仅仅是 特朗普羞辱塞尔维亚的 开胃菜 真正让这次会晤 名声大噪的 是另一个场面 美赛与元首级会晤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给身长两米的伍奇奇 安排了一张小椅子 以堂下和人的 现太爷视角 展开审问式双边对话 现实终究不是电影 伍奇奇不能像功夫里 扶头帮召见火云邪神那样 敲着二郎腿 突然掏出枪 给自己太阳穴来一下 然后伸出手指 加子弹 hold住全场 只能承认基于拳头的 国际秩序 没有国家崛起 哪来的小民尊严 元首卑躬屈欺 国民命如草剑 若以此能求得片刻和平 已是上上千 但美国的施舍 短暂又危险 两年过后 北约一套严格小连招 拱火科索沃搞事情 如果没有中国 及时派出孕儿林 四天二十二架次 火线重返伤心地 被逼到墙角的塞尔维亚 怕是已经凶多吉少 在情感上 中赛两国一起流过血 传统友谊深厚 在现实中 塞尔维亚是中国 在欧洲的战略支点 和中国的发展紧密绑定 我们投资钢铁产业 建设通往欧盟国家的 凶塞铁路布局新能源 要将这里打造成 中国对外合作的样板间 也让世界看看 一个国家跟着东方大国混 三天吃九顿是什么光景 没有无缘无辜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辜的恨 国与国之间合力而动 不合力则止 对于塞尔维亚 我只有一个请求 什么时候来投桃暴力 包门搞搞三大球 只要粤基齐能考虑规划 薪资什么的 尽管开个价